二,婚姻的圣经框架是什么? 婚姻是由两个框架构成的,关系框架和属灵框架。 关系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伴侣,属灵框架帮助我们了解福音,而福音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婚姻。 关系层面的建立要通过三个步骤,离开父母,忠于对方,成为一体。 属灵层面的建立要借助三条原则来塑造我们的婚姻,权柄、顺服和爱。 婚姻的关系框架 婚姻是神设计的关系框架,目的在于我们能拥有合适的伴侣。 不再孤单,孤单并不好。 在人类犯罪之前,神看到人需要另一个与他类似的人。 神创造了所有地上和天上的动物,但其中并没有像亚当的,也没有适合于满足这一需求的。 因此,神娶了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亚当面前。 现在,有了适合亚当的伴侣,神威以后的人类后代,设立了婚姻。 宣称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下面,有建立这一类婚姻关系的三部。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二十五节。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 第一步,离开父母。 这意味着,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一男一女会离开父母,通过婚姻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 这也意味着,当你决定结婚的时候,对你配偶的义务、责任和幸福,会超过对你父母的义务、责任和幸福。 你有意识地离开你的父母,不把他们带到婚姻关系中。 第二步,忠于你的配偶。 这意味着,你会与你的配偶在持久且亲密的关系中结合在一起。 只有你的神的关系会高于这一关系。 这也意味着,你选择忠于你的配偶,不会让任何事妨碍或危及这一关系。 第三步,与你的配偶成为一体,这意味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会选择结合在一起。 这也隐含了婚姻关系中的性关系的完全和享受。 这通过孩子的生育得以体现,两个人在性方面结合。 在两人之间生育孩子。 婚姻的属灵框架 婚姻是神设计的属灵框架。 目的在于,我们能借此想象耶稣和教会的关系。 在旧约中,这一事实被隐藏起来。 但是,新约明确指出,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神考虑到了福音。 婚姻和福音相辅相成,帮助解释对方。 今天,这意味着婚姻要参照耶稣和他与教会的关系,以便婚姻能恰当地反映福音。 通过下诉三条,原则可以看出这一点。 以福所书五章三十一节。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三十二,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以福所书五章三十二节。 原则,权柄。 耶稣是教会的头,因此丈夫是妻子的头。 这在婚姻中,重新确立了权柄。 这样的权柄,并不一定意味着妻子的地位低下, 在重要性或价值上稍差一些。 只是不同的职份和责任。 耶稣是教会的救主, 意味着他为教会放弃了生命, 救他脱离罪, 把他们从永恒的地狱中救出来。 因此,这一领导职份是自我牺牲性质的。 以福所书五章二三节。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三节。 原则二,顺服。 教会顺服于耶稣, 因此妻子要顺服于丈夫。 耶稣以自我牺牲的方式, 用爱带领他的教会。 教会也愿意顺服于他的命令。 作为顺服神的举动, 妻子要认可, 要认可他的丈夫是神设定的领导, 要愿意在所有事情上顺服于他的丈夫。 这意味着即使你的丈夫不配得到这样的顺服, 你也愿意顺服他, 以荣耀神。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节。 二十四节。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四节。 原则三。 爱。 耶稣爱教会, 因此丈夫要爱妻子。 耶稣对教会的爱很伟大, 这也是男人要如何爱他的妻子的标准。 他要成为他个人的属灵领袖, 带领他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要紧密结合, 丈夫要如同照顾自己那般照顾妻子, 保养顾惜他。 正像耶稣对待教会一样, 正如教会需要耶稣的悉心照料一样, 妻子也需要丈夫的悉心照料, 会爱他像耶稣那样的那一位。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二十六。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二十七。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二十八。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二十九。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习,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三十。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以福所书三十节。 五章。 实践智慧, 良好的判断力和常识。 建筑师。 神是婚姻的建筑师, 因此这两个框架, 是支撑婚姻架构的必要条件。 任何在关系架构之外 建立的婚姻关系, 都不是基于圣经的婚姻。 任何没有参照耶稣 与教会关系的婚姻关系, 都不能保证会兴旺。 因此, 好婚姻的秘诀在于, 一。 认识耶稣, 救恩。 二。 借着圣灵的力量, 在最大程度上应用这些原则。 本意。 从神设立婚姻上, 通过了解他命令要做什么, 和他没有命令要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框架的限制。 一。 他没有提供其他方法来在婚姻之外满足性需求。 二。 他没有提供结束婚姻的方法, 因此这暗示着婚姻是终生的关系。 三。 他没有为婚姻关系设立两个以上的人, 因此婚姻不是由多配偶构成的。 四。 他为婚姻关系设立了两个异性, 而不是两个同性, 因此婚姻关系只能被定义为一男一女。 因为这些都基于神的创造和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也不基于某一特定文化。 这些真理也会超越时间和文化, 因此在地上永久长存。 复习题, 婚姻的关系框架是什么意思? 关系框架的三个步骤是什么? 婚姻的属灵框架是什么意思? 属灵框架的三个原则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些真理中了解到实践智慧有哪些。